爱,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名词吗?还是一个动词? 爱,本身或许就是一趟有目的的旅途 《狼与新香料》讲述商人罗伦斯与贤狼赫罗在前网约伊兹的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世界观架构之完善,人物刻画之真实,剧情逻辑之严谨 即便是架空世界,但作者之苍栋沙所参考的文献量让本作在以中世纪为背景的作品中几乎无人能敌 而在《狼与新香料》动画10周年的2018年 很高兴我们台湾角川能将《狼与新香料》的新系列《狼与羊皮纸》献给各位 和前作标题一样,狼指的是罗伦斯与贺罗生下的独生女秘里 而羊皮纸则是代指剧中立志成为圣职人员的原流浪少年寇尔 当年的小矛头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目标,还能被罗莉秘里叫大哥哥 可可恶,人生胜利组啊,不过也别开心太早,圣职人员是不能接近女色的,哈哈哈哈 可是没说女色不能主动接近自己啊 可可恶 拉回这次的主题,这次的限定版包含有烫银字式样书衣 可以看到一面的闪烁和谬莉的法色一样熠熠生辉 钥匙圈的部分,角角完全能看到编辑大大的用心 怎么说,既然是贤狼母女的软胶套组 如果两个都弄同一样的,那岂不是代表着两人要么黏在一起要么只挂一个 但是今天一个金属环一个生环 代表着女儿谬莉既可以合绑在另一处的母亲赫罗户望外 也能在不受父母的拘束下自由自在地在她处旅行 就如剧中谬莉藏在扣尔的行李中一样,既然爱着她,那就勇敢去追寻吧 相较于母亲赫罗娜神秘,可爱,反复无常却又充满魅力的闲狼 谬莉更像一个无拘无束,天真无邪,任由想象奔放的幼狼 我相信喜欢狼心的读者们也一定会喜欢羊皮脂的故事的 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掰不